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才得往前走啊 好点大了啊 真的 那要吃多了也不好啊 我的这个病就没啥了 多好多好多 这个身体也要好啊 身体要得点好多 也不然累着 累也难受了 累着睡不着药也累了 药药间是一百七十多块钱 我就是花药的钱多 你那药费每个药带多少钱 花药 60%吧 对 60% 我们在旅店时 已经有这个电价器了 然后呢 在农民呢 我们是旅连地区 那边呢 靠钱吃饭 下雨 吃不上房子 下雨还有一点凉事 打下粮食也敲不了 卖不了 价位太低 農民的那个粮食的价位太低 農民的生活不好过 但是我们農民呢 一个月给的一百年纪吧 就是说两家退球干部的 退球人员的一包延走 赚不着 我们要开灯 开灯 我们老百姓整点东西都不整 一块钱一斤290多 好多工夫 吃上了 来 就这样吧 买两块钱一块 谢谢 孩子小哥儿跟也没 刚毕业 还没正人正 没正人上班呢 工作也不我静 吃货剩不了啥 孩子有不担 大个儿孩子不担也不强 老老小小的 这老人走的反正就要席 给孩子接货担慢慢干呢 就这样 现在的孩子 负担压力太重 又要买楼房 又要带孩子 孩子又要一个月多一千多 孩子们还要这个什么 荒带呀 干什么呀 荒带呀 干什么呀 没有养父母的这个敲价 只能自己打工这样累的 赚哪个人还钱吧 我们太辛苦了吧 早上七点出来 晚上八点回去 现在就是个对付 及时怀价 好时候吧 就对付一百亿多吧 就希望它给咱们农民老百姓 养老金多一点 让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年们 都能过上好意子 你们觉得 就是给你们发 一个月发多少养老金 然后你们就可以了 哦 起码说 不用跟孩子要零花钱 孩子们现在的负担都挺大的 给三百五百的挺好的 一个人给三百五百的 都可以 一百多块钱实在是少了点 不是我们说都那么输 现在都是农村的老年人 农活动全都干 全都干 干得死 干到死嘛 不干干不到死 你也没有钱花嘛 那就是